时间七点整 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讲到稻米传进日本 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叫做活教传到日本 好 我们知道日本的稻米呢 是从朝鲜半岛 韩国传下去的 韩国的稻米是从长江流域往北传 传到韩国去的 好 日本的活教 刚开始也是从韩国传到日本 好 日本从韩国那边 活教传过来 韩国的活教从哪里传过去 从中国传过去 中国的活教从哪里传过去 中国的活教从印度和尼泊尔传过来 活教呢 是在北印度产生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西大多太子 在北印度呢 讲了活话 当时还不叫活教嘛 后代的这个子弟们 把释迦摩尼佛西大多太子 所讲的活理呢 把他文字化记载下来 慢慢的产生活经 然后向外扩展 向外传播 那么传播就进入到中土 中土就是中国了 那你现在想啊 说唐山杖叫天主取经啊 唐山杖从天主 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啊 那表示说在唐山杖之前 就已经有活教了 唐山杖之前活教怎么传过来呢 是传到东汉嘛 东汉在很那个啊 谁传过来啊 汉人要去西域取经 有那么简单吗 所以可以有一个答案是 事实上活教的 是从游牧民主那边传来的啊 从游牧民主的思路那边过来的啊 所以为什么到了北魏啊 南北朝的时候 活教就很鼎盛呢 活教传进中国是在东汉的时代 东汉的时代啊 他一直到后来呢 又南北朝的时候呢 在梁武帝的时候 梁武帝就是现在念活玄都知道 叫做梁皇宝燦 梁皇宝燦就是梁武帝嘛 啊 那么梁武帝的时代呢 活教呢 传到韩国去 韩国的什么地方呢 他不是从北边往南传啊 他是渡海传到韩国的最南边 就是花哥讲的 那个稻米传到日本去的百季国 当时韩国呢 在最南边也就是现在的季州岛 到釜山这一带呢 有个国家叫做百季 一百两百的百季是济南的季 百季国有个国王叫做圣明王啊 对活学很有兴趣呢 就从梁武帝那边呢 传进来活学 然后百季国因为刚好在 朝鲜的最南端啊 所以呢 他和当时的日本这边呢 被九州这一带啊 很有来往 来来去去 所以就把活教呢 从韩国的百季国传到日本了 那么这是日本第一次的 第一波的活教传进来 是从韩国进来的 就是朝鲜半岛进来的 第二波很重要很重要 那个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波很重要的活教传到日本 第二波大批的传进来 那是潜唐石传进来的 潜唐石传进来的这两个很重要的大师 一个叫醉沉大师 一个叫空海大师 这个花国都讲过了 这是第二波了啦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第一波 第一波的活教传进来的时候 传到日本的哪里 当时日本是奈良时代 平安时代 所以第一波的活教 从韩国传进来的活教 带奈良 所以你今天到日本去 你到日本去 你要看那个最古老的活室 像东大室 唐昭提室 福星室 这个都在奈良 第一波的这个活教是 和这个韩国的百季国有关 所以这个这个时代从百季传过来的活学 一概把它合起来 叫做三论宗 三论宗有六个支派了 发哥不在这里专门讲活学 没有没有意思 只讲文明的传递 所以这个在奈良的活教里面 绝大部分都属于朝鲜开始进来的活教 三论宗 后来再有一些唐朝 唐朝传进来的活教的中心 不是在奈良了 在哪里 在现在的京都 所以你在京都看到的东室啊 高野山啊 这些大的最有名的这些庙呢 是在唐朝传进来的 第二波的唐朝传进来 佛教传道奈良 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日本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你看看念中国历史的 这些中国历史学家或者中国论典 动不动就想说 日本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传进去 日本就没有文明 胡说八道了 日本本来就有他的文明了 只是说 从这个唐朝进来的文明 唐朝进来的文明也不是中华文明啊 唐朝是显卑啊 你硬要把它 瞅到后来的中华 好你硬要瞅到中华文明了 中华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 是佛学文明嘛 佛的文明 佛学 佛教文明嘛 佛教文明从哪里来了 从印度来的啊 中华文明把佛教文明拿开的话 还剩下什么 只剩下孔子讲的那些 错道理而已嘛 中华文明 如果不把佛教文明纳进去 佛教文明是最深刻 对人生思想最深刻的啊 中华文明里面最深刻的是佛教文明 佛教文明是印度来的啊 所以佛教在印度 印度到今天为止哦 他说我们印度很慷慨啊 我们把很重要两个大师 两个礼物送给了 一个给中国 一个给西藏 这印度人常讲啊 给中国的是谁啊 菩提达摩啊 达摩祖师啊 把佛教里面最重要的禅宗 传到中国啊 给西藏的是谁 给西藏的是阿迪萨啊 是西藏秘宗里面的开始的一个重要的大师 阿迪萨进入西藏 而菩提达摩到中国 印度说我们把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思想的两个礼物 送给了一个给中国 一个给西藏 好 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部分 我们讲日本 日本活教传到日本 到日本到底产生了什么重大的影响 活教传到日本 你要知道 法哥刚开始就讲了 所谓神道教 也就是说日本 还没有活教进入的时候 日本的宗教只有一个 信仰只有一种 叫做神道教 神道教 就是 泛林的信仰 也就是萨满信仰 跟台湾人同样 七个大张就拜秋 九头大张就拜九头 九头公 七个公 那都是神道教的开始 法哥上次也讲过了 日本的民族 开始的时候是 在森林 日本到处说森林 在森林里面 抓野兽 采集野菜 还没有进入农耕时代 还没有到民生时代 就是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的 他们就产生了日本的原始宗教 这个原始宗教 后来就一直一直 延伸延伸延伸到后来 变成后来的 所谓的神道教 你要看看 日本原始的一些神社 到今天为止 都还是拜一颗大木头 有拜一颗很大的木头 或者拜还活着的神木 那个就是他们神道教 原来的换林信仰 传下来的 那么更早以前 佛教还没有传到日本以前 日本的神道教 他拜的 没有拜神 就是拜木头 拜一个石头 在一个野外 或森林的边缘 或者一个村庄的外面 一颗大石头 一个树木 用绳子 把它围起来 就在那里拜拜 那个就是神社 就是神 神明所在的地方 所以后来有祝连神 也就把那个范围 抠起来 当佛教到了六世纪的时候 到达桃县以后 然后往南传 传进了日本 佛教传到日本去呢 产生的冲击 最大的是什么 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是 思想的冲击 因为日本的神道教 里面是换林的 他没有任何的神明 没有神 他虽然叫神 但是那是树木神 木头神 雄的神这些神 但是佛教进来 其实佛教也是无神论 佛教是释迦牟尼火 人可以修养 又像变释迦牟尼火 那么从释迦牟尼火 再延伸出来 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什么菩萨 一直延伸出来了 认真说起来 佛教是一个无神论 所谓神 就是像基督教的 所谓宇宙只有一个神 就是耶和华 回教的就是阿拉 那是一神教 真正的 所谓神的定义 那么佛教 基本上啊 传到日本以后 最大的冲击 在思想上 给日本 开始一个重大的思想 就是人经过修行以后 可以超越自己的肉体 在精神上有所成就 然后最后变成菩萨 变成佛 进入到涅槃的世界 超越六道轮回 日本的神道教 还是在六道轮回的思想里面 人是可以轮回的 人是可以轮回的 那么佛教带进去这个思想的 所谓的转生转世的思想 和轮回的思想 六道的轮回的思想 那对日本来讲是 冲击是非常大 其实佛教带给日本 第二个影响 才是正正重大 重大到今天呢 都没有地方 不看见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那是什么 那是整个物质性的冲击啊 所谓物质性的冲击是什么 庙的建筑 佛教的建筑 不是庙 庙是道教的 佛室 佛室的建筑啊 建筑带来的建筑学的东西啊 带了建筑学 带进去以后 另外呢 随着佛教的信仰啊 除了带来这个 佛室的建筑以外 第二个是什么 佛像啊 佛像用铜 铜和这个金和铜 合起来做的佛像啊 那佛像是什么 佛像就牵手到 整个工匠的艺术啊 到今天为什么 日本人的工匠的艺术 这么精密 受到佛教竟然有影响啊 因为佛像的雕塑 是一个大学问啊 接着佛像下来是什么 佛炬啊 雕刻墓鱼啊 雕刻神桌啊 雕刻供奉台啊 这些都带进来 在这之前 日本没有这个东西啊 他的神道教 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你想想看 佛教这样传进来的时候 那个冲击有多大 日本的历史 宗教历史学家 非常有名的 叫家勇三郎啊 家是家里的家 勇是永远的勇 家勇三郎讲啊 佛教对日本来说呢 不只是一种宗教 而且是一种 总和的文化和艺术 在这之前啊 日本的神道教 没有这些东西啊 佛教进来以后 日本的神道教的 这些祭祀官啊 还有这些神道教信徒 看到那个佛教 那个样子带进来的 建筑人家盖起来 地座盖起来的 吓了一大跳 那个你看对神道教 冲击多大 佛室盖起这么雄伟 那么雄壮 那么漂亮 佛像从外面带进来 这么惊喜 以前的神道教 拜的时候 根本就是盖个茅草屋 或者是随便 木头钉一钉的样子 刚刚刚美苏平民期的建筑 突然看到一个摩天大楼 你想那个壮击有多大 所以从佛教传进来 那一刻开始呢 神道教就受到了冲击了 开始模仿这个佛教式的建筑 开始盖 把神社呢 开始升级 神社的建筑开始升级 一直往佛教的建筑的艺术呢 来靠近 所以到今天 有一些大的神社 日本的明治神工这些 的建筑样子 已经是佛教的原始建筑 那么还留有 日本原始的木头建筑的 那个艺术 还没有受到佛教 那么重大百分之百的 冲击的影响 是有两个地方 你要去看看啊 如果你到日本观光 这两个地方你要看看 因为这次 有留下来 日本原始神道教建筑的 样子的 一个就是 发哥所讲的 天皇拜祖先的地方 三重县的伊士神宫 伊士神宫 另外一个叫做 出云大社 这两个地方 发哥都去过了 出云神社到去年 去年 前年底了 这个瘟疫还没有 这个武汉会员还没有 闹起来的时候 这前两三个月 发哥刚刚去 就去了 出云神社 那种 壮 那种原始的那种 美啊 真是太美了 出云神社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 用那个稻草 做的那个 筑连绳 那个大到什么程度 出到像一个 桌面这么粗的绳子 用稻草 结起来绳子 那就是日本原来 神道教的 极致的表现 就是 伊士神宫 和这个 出云神社 从此 就你看看 在奈良所看到的 东大寺 唐昭蹄寺 你想 唐昭蹄 唐朝的昭蹄寺 模仿 唐朝的庙 盖起来的 活寺 福星寺 这些呢 整个呢 给奈良带来的 全新的建筑艺术 那么到后来 你看看 第二批活教 再来的时候呢 东大寺 就是那个时候 从这个 从那边 到了极致的时候 就是西元八世纪 那个西元八世纪的时候 全世界最大的 铜像 铜手 坐着的活像 就是东大寺 那尊大活 铜像的大活 大活像 就是那尊 你从那尊活像 在西元八世纪的 全世界 用铜器 做活像 可以做到这么大 而且这么精致 全世界唯有 东大寺这尊大活像 所以变成呢 在工匠的技术呢 从那个东大寺的活像呢 表现到极致 表示八世纪的时候 活叫带去 影响日本的 活像的艺术 活像的工匠的技术 达到最高潮 就是那个东大寺的 这种活像 那更不得了的是什么呢 更不得了的就是 到今天为止呢 在日本的东京呢 在日本的 那里不是东京 对不起 那里有一间庙 叫法龙寺 法寺 佛法的法 龙寺 很新龙的龙 法龙寺呢 到现在 建到现在 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也就是西元 六零七年 就是七世纪的时候 盖的 他伟大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是整座庙 是木头建筑啊 木头建筑 在六零七年盖 后来被火烧掉了 又到了 八世纪 在重建 也就是 过了一百年 又在重建 八世纪 离开现在 也是一千三百年了 现在最重要的 他的那个 几重塔 这里面的那个 五重塔 还有里面的 金堂 那个主殿啊 一千三百年了 木头建筑在日本 他的五重塔和金堂 原则上还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木头建筑 木头建筑可以存在一千三百年到现在还是完好如故 而且那个样子漂亮到几点 你下次去法龙室看一看 那你看看 整个活教艺术 带给日本的活教艺术 达到怎么样的巅峰状态 木匠的技术 铜像的技术 到达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 活教对日本的美学 冲击有多大 来一下我讲梦头 快到电报 快到狗狗屏 97.5 快到昆家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棒 89.3 快到华当 98.3 快到佩鹅 96.7 快到红虾 91.3 快到台湾 静菜武汉 快到年报 这是一个 上街快乐的 所在 下音上有爱 上快乐的 电台 快到台湾 静菜武汉 快到年报 各位台湾 我是五金凡 法哥 法哥所讲的 隐藏的日本史 今天讲到 活教传进日本 活教传进日本 对日本的文明 产生了什么样的 重大的影响 前半段讲到 活教传到日本以后 整个对日本的建筑 铜像 寺庙的建筑 对神社的冲击 使得日本的 原始的神道教 开始 开始盖建筑物 来容纳他们的 神道的神社 好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思想的冲击 佛教的内容 当然冲击到 日本的思想 佛教传到中国 也对中国的思想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 骄傲永远都不惜 承认那个事情 稍微念过文化 人类学 稍微念过文化史的人 都知道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有多大 但中国人 老是在吹牛 还看不起印度阿山 对不对 你思想的最重要的根源 最重要的系统 是来自佛教 就来自北印度了 好 那我们来看到 传到日本 那么传到日本的 这个佛教是从朝鲜半岛 最南端的百季国传过来 佛教有两个记载 就是说当时 从百季国传到日本的 佛教呢 有分两种 一种叫失传的 一个叫公传的 什么叫失传呢 因为当时的 韩国的南端的百季国 今天的釜山到 济州岛那里 当时很多的渔民呢 有时候避风灾 什么避台风的时候 做生意 就直接到日本去了 就到九州去 那么百季国 开始这个国家呢 因为他国王 相信佛教 所以呢 人民也开始拜佛教 那人民 这个渔民呢 到达日本 九州的时候 就把佛教 佛像带过去了 现在有记录的呢 第一个带佛像过去的人 这个人在百季国 但不是高丽人 不是韩国人 是汉人 这个人叫做司马达 司马就司马裔的司马达 是达道的达 司马达呢 是汉人 是百季国 从外面 请过来的工匠 这司马达 应该照理说 应该就是山东人 山东到百季 这个地方很近啊 当时 这个内海市的 渤海湾呢 这个是很平静的海啊 所以当时有一些 山东的比较高明的工匠 在家乡又找不到 好的工作了 百季国 国王啊 就 请这些工匠 到百季国去 司马达是 做什么工作的人呢 司马达是 做那个马具的 做那个马铁 替那个 马蹄 钉那个 马蹄铁的 做马具 马鞍的 这些 所攻精细的 匠师啊 他到了百季国呢 又跟着百季的商船啊 和九州做生意 在西元五百三十八年的时候呢 他偶然机会之下 到了百季国呢 他在船上啊 供奉了一尊啊 释迦牟尼佛的 用铜座的释迦牟尼佛 他就把那个活像啊 带到九州 那么在九州待了好几年 他就在 为了铜像 不被到时候 不被这个 风吹雨淋啊 他就盖了个茅草屋 拜这个铜像 当时日本的是神道教啊 所以他活像不能放到神道教 人家不让你放到神道教里面啊 他就在茅草屋里面 拜这尊活像 这尊活像后来传下来 就是历史上 第一个有记录的 诗人传进来的 铜像 铜的活像 另外一个是公传 公传是什么呢 就是百祭国的国王很相信活教 当时百祭国和大河王朝啊 日本的大河王朝很接近 很亲近 所以百祭王啊 就派了人家呢 把他百祭国的佛教的经典 佛像这些 佛具这些呢 传给大河王朝 大河的朝廷 奈良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公家传进来 传进了 这个也在六世纪左右啊 传进来以后也就算了 传进来以后 引起了日本国内两派的大争执啊 朝廷里面的两派大争执 为什么会两派大争执 你要知道古代还在相信神权的时候 天皇底下最有权利的人当然是谁啊 当然是那个祭祀官嘛 拜神道教的那个祭祀官啊 祭祀官讲我和天皇有来往 我讲的话天皇听我才有权利啊 现在佛教变成外来宗教 如果大家都去信佛教 谁再相信我这个神道教 我就变没有权威啊 所以他就反对到底说佛教不可以 不要 天皇不能接受佛教的思想 反对 但是天皇底下的一个大臣叫做苏我士 苏我士是苏联的苏 你我他的我 苏我士呢 他很早就和百季国有来往 他等于是外教官呢 他知道整个世界局势的文化 韩国的那个情况 他就在百季国的来往之中 他也信了佛教 所以呢 他主张把外面的文化 佛教引进来 这这两边呢 就起了争执啊 一个是有权利的苏我士 有兵有军队的 一个是呢 祭祀官呢 替天皇和这个神道联系的 争论来争论去呢 天皇最后说 没关系啦 就让那个苏我士拜看看吧 拜这个释迦摩尼佛 拜佛教的这个菩萨看看 结果很不幸啊 佛教引进了那一年 事拜的那一年啊 就发生了瘟疫 像武汉会员这样 死很多人啊 死很多人啊 所以那个祭祀官讲 你看看你引进外来的神明 结果呢 得罪了我们本地的神明 降灾难给我们 你如果不赶快停止 佛教的崇拜呢 那你就不哪里戏掉了 所以呢 天皇只好呢 叫这个苏我士呢 把佛像 丢到江里面 又放火烧掉 佛教传到日本来的第一年 是不顺利的 但是过了将近十年呢 苏我士呢 终于在朝廷里面掌握了大权了 所有的权力 他在掌握住了天 除了天皇以外 他最有权力啊 他自己家族的人 也嫁给天皇 所以他重新又把佛教引进来 引进到日本以后 佛教正式进入到 大和朝廷里面 大和朝廷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有名的王子 他一辈子只当王子 当到太子 他没有当上天皇 因为他的阿公呢 他的阿公变成天皇 他阿公又重命了 活得很长寿了 所以呢 他一辈子都没有当上天皇啊 有点像现在英国的查理王子一样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等什么时候啊 这样的状况之下 结果这个 这个天皇啊 一直他的阿公在当 但是这个 最重要这个 对日本活学影响最大的 当了一辈子的太子 但是日本人 把他崇拜成像天皇 比天皇还要更崇拜 这个人叫做圣德太子 那你念日本史 如果你不懂圣德太子 那你根本不懂历史啊 不懂日本史啊 圣德太子对日本的影响太大了 对他的宗教信仰文化史 圣德太子对汉文的造语 文学的造语 文化的造语很深很深 对哲学的造语很深 佛学传进来 又圣德太子非常的相信 非常的崇拜 而且呢 不但是崇拜 他还把 这个传进来的 从 从这个中国传到韩国 去的这个原来的 印度文的华华经呢 他华华经 圣德太子竟然可以做注解 把这个华华经呢 来做了注解 不但做了注解 维摩经和华华经 他用汉文做了注解 他最后干脆自己就写了一本 对佛教的看法 理论呢 这本书叫做三经 义书 三本 经书的经 义书 正义的义书呢 书菜的书没有炒这头 三经义书呢 是汉文写的 圣德太子写的 圣德太子写这本 佛教的书的时候呢 日本最古老的 这个 日本最古老的历史 古世纪还没有产生呢 比他那个还早一百年 是目前为止 日本啊 用汉文所写的思想的书 最早的一本书 是圣德太子所写的 你想想看 圣德太子 到后来日币以前 最早的时候 圣 那个日币里面 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像的 穿着和服饰的 那就是圣德太子 最早的时候 在日币上面 有圣德太子 铜板里面 也有圣德太子 那么圣德太子 对日本的文化精神 就影响这么大 圣德太子 也因为这样呢 因为王朝形成 思想形成 自己的 这个民主 终于形成了 所以圣德太子 用一句话呢 叫做和为贵 把自己的 这个中央朝廷 叫做大和王朝 大和王朝 统治的人民 叫做大和民主 那你就知道 日本人为什么 对圣德太子 崇拜到这样 日本人所谓 大和民主 在这个时候 才产生的 日本所谓 叫大和国 也是在圣德太子 的时候才产生的 日本的活学 成为一个系统 也是圣德太子 的时候才产生的 圣德太子 一辈子 推动活教的思想 在日本的传播 然后呢 在日本盖了 47座的活室 现在46座 不是46座 46座的活教的寺院 当时在圣德太子 盖了这个寺院以后 出家的人呢 有1385人 这日本 活教的开端 那么日本到现在为止 在那两还有四个 非常古老的寺庙 四大寺 四天王寺 法龙寺 这七座寺庙 全部是圣德太子 所盖的 到今天为止 都还是不得了了 当然了 46座 46座的 这个寺庙 活教的寺庙 比起南朝 梁梁武帝 历朝历代 最相信活教的 盖了480座庙 那当然比不上 但是在日本 当时的人口 尤其最重要是在 精神文明史上 所以你到日本 的奈良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 一种观音 你在这个地方才看到 只有在日本有看到 韩国有看到 那个观音叫 百计观音 那个体型样子 长得非常的优美 身材非常的优美 有点 就是百计观音 庄严之中 庄严之中 有一种抒情的美感 为什么叫百计观音 就是百计国 百计国后来 被新罗国灭掉了 被唐朝和新罗的 联军灭掉了 就是百计国 传到日本的 那个观音的原型 观世音的原型 在日本还保留着 他们就称呼他为 叫百计观音 全世界也就剩下 韩国和日本 有所谓百计观音 这些都从圣德太子开始 整个活学在日本 变成了思想的主流 那么受到最大冲击的 当然就是原来的神道教 神道教以前的建筑 是茅草房子 木头房子 随便听一听 自从佛教传进来以后 佛教的经典进去以后 神道教觉得说 如果我只是讲那些狐狸 讲三经鬼怪 天国 会让人笑 所以日本的神道 开始自己也写了一些经典 这个经典当然都是神话传说 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开始 如果我这永远都在 神道教都是木头房子 茅草房子 这搞下去 我的庙就显得很寒酸 从此又神道教 就开始模仿 佛教的建筑 创造了另外一种 木头式的神道教的庙宇 神社 也就是今天我们是讲的神社 那个神社 其实最早的建的最有规模 最漂亮 说到大家最欢迎的 就是八攀神社的八欢照 就是做八欢神社的那种 木头建筑的建筑的方法 受到佛教影响很大 但是他发明了另外一个典型 到今天为止 日本的所谓的神社 大概都是受到八攀 八凡照的一个影响了 那么这些神社 就大大小小坐落在日本 变成密密麻麻的 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 而这个建筑物呢 他所来的 他的美学的来源 就是来自佛教 原来的建筑物的美学 从此以后 神道教在平民里面 变成一个身份的认同 文明的认同 而佛教 变成高级知识分子 尤其在天皇的时代 到了四定幕府 幕府的时代 佛教呢 变成了日本 非常重要的思想的主流 而且是那些将军 那些那些知识分子 在信佛教 这个佛教后来呢 从韩国进来的佛教 到后来从唐朝进来的佛教 融在日本的佛教里面 到第三次最大的改变 是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 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的佛教的经典 绝大部分来自韩文的 或者是汉文的 尤其是汉文的 所以你到日本的比较古老的庙里面 那个佛经都是汉文的 那日本的思想 这些和尚出家人 就是在念了 被汉文翻译过来的佛经 再翻译成日文的 评价名片甲名的佛经 但绝大部分还是保留着汉文翻译 一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 有一批正正受到影响的这些 佛教的高生觉得说 汉文也许不可靠 因为汉字里面呢 经常有一句话呢 大家在解释佛经的时候 因为用汉文为标准 解释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认为汉文有问题 所以明治维新的是明治天皇时代呢 日本的佛教就派了很多的人 思想家佛教界的人 到西藏去 一部分到印度去 一部分到尼泊尔去 一部分到中南半岛 越南缅甸这些去 把小盛的中南半岛的小盛佛教 史蒂兰卡的小盛佛教 和西藏的藏密的佛教 尼泊尔的佛教 和残留在北印度的佛教 汉文的 泰文的 缅文的 西藏文的佛教 的经典呢 重新用日文翻译 引进到日本进来 形成了后来 日本的现代的佛教 现在的佛教的 日本的佛教呢 已经总和了 从中国北传的大盛佛教 和中南半岛的小盛佛教 还有再加上 西藏的藏密 而在日本自己的 一些佛教研究的高僧呢 像日联中的 日联上人的 这些佛教的 创建 浓到里面去 形成了今天 日本的现代佛教 那在台湾 其实有好几个 很有名的大师 是留学日本的佛教 最有名就是 圣炎法师嘛 圣炎法师是 留日的佛教博士啊 居泽大学回来的 所以他的佛教思考 就和日本的佛教思考 和中国的佛教思考 融合起来 变成 他的佛教的见解 后来在台湾 有一些人群佛教的思维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现在台湾很多 所谓佛教大师 讲的佛经 不是他讲错 而是他讲的思想 还停留在 明朝 清朝的佛教思想 而没有现代化 这是日本佛教 给台湾佛教界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教育启示啊 看台湾人 到底能不能 在台湾的佛教里面 有自己 台湾本土的一些看法 尤其在中国 佛教的思想 被共产党签制以后 日卷的衰尾的时候 台湾其实是一个 另外一个佛教的中心 应该学学日本的经验 谢谢你的收听 明天感谢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